我先自我介紹一下好了 我呢其實不是像你一樣 都是在諮詢公司工作 那我大概是五月參加 應該是五月參加那個拍唱的時候 然後再開始 因為以前寫過一點程式 那覺得很想要在一個程式開發自己想要玩的東西 所以就結束拍唱然後就來到這邊這樣 那我會自己至高費用選擇最後兩個章節之一 是因為我希望我可以持續到最後這樣 不過呢事實這裡我是在找死 因為呢就是想像以前我們期末考的時候 你要讀完整本書才可以考 所以呢我發現說我要做這一張節 我也要把錢全部都讀了大概至少要一半 我才知道他在講什麼 所以如果等一下我一些用詞或是其他的東西 因為我也是新手啦 那如果其實已經 你們常用的冠用語我已經用錯了 其實你就馬上舉手說 我可能應該跟著我的說法 可以馬上沒關係齁 那我今天 那我姓彭 彭不登彭沒有三節水 那你可以叫我阿彭或是 或彭都可以 我朋友這樣叫我齁 那我今天這一張節要介紹的是 你可以用牌場來做就是 我把它翻成就是多國語言的網站 就是這一張節講的是這件事情 那其實在講 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ization 這件事情的時候 都會把它分成兩個 一個是Internationalization 一個是Localization 這兩件事情 那其實呢上面這個 講的就是說 我們開發 針對開發的人 你可以去開發 就是這一個 比如說 這個開發的語言 它提供了一個多國語言的架構 讓開發的人可以去開發 你不用因為你要做多國語言 而開發不同 不同套東西 那Localize 這件事情就是說 它其實是針對 如果你要開發給台灣人 就是用台灣當地化的語言 可以去 就是讓翻譯的人 他可以去翻成他要的語言 那如果你是要用在德國 德國就可以用在翻譯文件裡面 翻成他要的語言 那有很多 就是可以有很多版本的 這個翻譯的文件 好 那這個是Localize 但是其實在你開發的時候 它不是分成兩件事情 它只是把這件事情 就是分成這樣子 那 第二個你看到那個I18N 就是 它可能很懶 就是 Internationalization 這個呢 就前面那個I 跟後面那個N 然後中間18個字 所以你覺得 你所有只要看到I18N 這件事情的 它意思就是說 這個開發的 這個語言 它提供了這個 多國語言的服務 那 Localization 這個就是 L10N 那中間那個字母 十個字母 這樣子 好 那 那其實呢 Jungle裡面 它用的翻譯的這個架構 其實就是 Python裡面的 Gatex這個 module 是Python裡面的 那如果你喔 開發的時候 你不想要用 多國語言的網站的話 它建議你其實 你就把 在setting裡面的這個 Use I18N 把它就是 不要起用 然後在那個 這個 template 這一個 第二個這個設定 你也把 有一個這個 remove 掉 這樣子的話呢 這個開發的這個網站 它就是 它會讓你就是說 因為你不是 因為它針對 多國語言的 這個網站 跟只有 單一個語言的網站 它會做不同的 對最佳化 所以如果你不是要做 多國語言 你就是你知道我其實 只有一種語言的話 它基於你 你就把這個設定給飲料 但是它預設是 啟用的 它預設是數 然後第二個這個 設定啊 其實是在 呃 就是在那個 Jungle它的那個 目錄下 就是這個 城市的目錄下 的那個 global的設定 好 如果我們在那個 STAR PROJECT的時候 不是有一個設定嗎 它其實是沒有 這一項 template content facessor 這個設定 你要到那個 Jungle裡面的那個 安裝的屋裡面去找這個設定 然後把它移除 那這樣子的話 會讓你的網站 是最佳化的 因為你只有一個語言 這樣子 那其實你要做 多國語言呢 其實你只要做三件 就是他 你只要做三個步驟 我三件事寫明 其實你這個網站 就可以有這個功能 那第一個 第一個事情就是 你要告訴 就是 我們寫code的時候呢 如果你只要寫 一種語言 就是一個code 可是如果你其實 要多國語言 你就要告訴 你要在語言裡面 去設定說 我哪一些字串 它其實要是被翻譯的 它要被翻譯 你在你的code裡面 就要標註 說 這些 只要看到 這個字就是要被翻譯 那第二步呢 就是 它會轉出一個文件 就是呢 那就交給那個 翻譯的人說 譬如說 早安 那如果是大陸的版本 就是早安 那如果是大陸的版本 就是 不同國家的版本 就是第二步 那第三步就是 你還要做一些設定 這樣子你的多國語言的網站 它才可以 正常的被使用的看到 那我接下來就是簡單的 介紹這三個步驟 那第一個步驟呢 就是你的code要怎麼寫 就是因為前面有說 就是 它用的是 get text 這個 所以其實呢 其實主要在那個 Jungle裡面用的是 you get text 這個 然後呢 你只要在 呃 呃 我們原來 不要用多國語言的時候 你可能就只有一個 Welcome to my side 可是呢 我這一串 四串 我要變成是 如果今天是 臺灣人看到的 他可能就會 看到的是 歡迎光臨 我的網站 這樣子 可是如果是德國人看到的 他可能就是看到 他德國德語的版本 我 我這一個就是 還會要被 就是多國語言 這樣子 那 你就要在他 加前面 加 you get text 這個 那你加完之後 就是你的code裡面 都要加這樣子的東西 那 這是剛剛就是 第一步 那 第二步呢 接下來是直接第二步 你要去下這個指令 下面這個 Jungle Admin 這個 那要下在哪裡呢 就是 呃 好 我們先說好了 就是要下前面這個指令 然後-L 然後後面那個是 你要 你要 編成 就是你要 你要被翻成什麼樣的語言 就是你下完這個之後 他會產生一個 叫做 Mesh-Q塊 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 產生的這個 他是一個文字檔 然後呢 當你下完這個指令之後 因為我們剛剛不是有 mark起來說 這一句 是要被翻譯的嗎 那當你下完這個指令之後 他就自動 自動產生一個檔案 就是叫 這個檔 然後我們等一下再解釋 他在哪個位置 他自動產生之後呢 而且他會自動產生這三行 那警號後面那個呢 他就告訴你說 你剛剛那個 U-GATEX那個地方 是在 是在 他會去抓 他去抓說 你剛剛在這個六 六十點 排這個檔的第八行裡面 你標註的說 這一句話要被翻譯 然後 MSGID 這個是 固定的喔 就是你不要去動它 就是這個等於是一個 類似一個ID 就是只要看到這個字 就是要被 被翻譯的 然後下面這個 就是 空的這個字串 就是 我是翻譯的人 就交給我 這一個文件 它是文字檔 就可以交給 就是Local 要去做Localize 這個人 我就把這句話翻成 譬如說我就要加 加成說 喔好 歡迎光臨 我的網站 加好之後呢 然後我就下這個指令 然後 這個指令下完之後 他會在 在同樣一個幕幕下 產生一個 dejuggle.mo這個檔案 那這個檔案 是一個就是 Minerary的檔案 它是就是執行的時候 要用這個檔 所以 這一件事情就是 在第二步 就是做完這個步驟 你下完指令 然後翻譯完 然後再把它 create create出一個那個 執行師會用的檔這樣 這個是第二步驟 然後做完之後呢 其實你的翻譯文件 都已經準備好了 然後呢 第三個步驟就是說 你要做設定 那我們剛剛講 嗯 嗯 嗯 我們剛剛說 下一個指令啊 因為我要翻譯 就是 我只有多個元 有英文跟 跟反體中文 那他就會 嗯 在 就是齁 他的 他的幕幕結構是固定的 就是 嗯 好講到這裡呢 我就講一個差距就是呢 因為其實呢 我在測試的時候 後面你就後期 你這一個月安裝 其實應該就是 直接是安裝成 1.5版 然後1.5版 跟1.4版 在這中間 有一個小小的差異就是 他的幕幕結構都一樣 就是呢 如果我們 那個project那個幕幕下面啊 只要 呃 你要自己 就是project那個幕幕 我們就不是 失敗了 project 然後就是一個 那個幕幕下面 我們要自己create 一個locale這個 這要自己 自己去加入這個幕幕 然後加入這個幕幕之後呢 那我們剛剛 這一個 這一個指令 假設我想要 你的這個語言檔 就是這個 呃 呃 它產生那個 Jungle.po 這一個 固定的檔名喔 就是你只要下這個指令 它一定會 固定產生這個檔 那會產生在哪裡呢 如果 如果你是把剛剛那個指令 下載project的目錄下 它就會 那一串檔案 就是你看那個藍色 那一串檔案 你就會下載project locale後面 那它也可以被放在 就是 你可能不同的 那個app有 不同的翻譯的文件 你也可以把 那剛剛那一串指令 下載 你的app的paste下面 然後這時候呢 它產生的那個 那個.po的檔案 它就會產生在那個 app的paste下面 那 你下 就是你可以在這兩個地方 下這指令 然後它就會產生在不同的地方 這樣子 那 那 可是你在 那但是你使用者在 就是在key這個網址的時候 那你怎麼知道說 我要找哪一根 它是有流程的 就是說 如果你 你同樣 在 就是它在 在找這個翻譯檔案的時候 它在你的app下面看到了 這個檔案 它就會先去找 裡面的那個 直串 就是它又先去 然後第二個它就會去找 發覺 裡面的這一串檔案 然後第三個就是 找那個 就是 jango 其他的軟體 就是安裝路徑下面 也是同樣的 後面那一串裡面的 有這一個 這一個檔 就是 就是這一個 這一串 後面後面這個 就是它後面路徑 一定都長這個樣子 那所以呢 它下完 你下完上面這個指令之後呢 譬如說 我在 我在發覺裡面 下這個指令 我就會在 發覺的下面這個 目錄 自動產生這個 這個點PO檔 然後這時候呢 你就把點PO檔丟給 那個要翻譯的人 它翻完之後呢 你就放回來這個 點 放回來一個來這個位置 然後在同樣一個路徑 就是你剛這個 在哪一個路徑 產生的一樣 在同樣這個路徑裡面 再下下面那個 卡派的指令 它就會產生一個一模一樣檔名的 Jungle.po Jungle.po這個檔案 然後這時候 你這件事情就做完了 這樣 然後呢 然後這時候你就要去設定 做一些設定 這樣子使用者才看得到 那 然後呢 我 呃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等一下再說 就是 要做哪個設定呢 就是在 setting.pi 這個 settings 應該是不是加s 這個檔案裡面呢 你要 這個順序 就是你要加那個 locale.locale.miniware 這個 加在miniware. 就是底線class裡面 要加入這一串 但是它要放在 setion的下面 然後它要放在 就是這三個順序 就是它一定要這三個順序 然後第三條 就是第三條 就是第三條這個 commonidware 這個呢 呃 它 如果你把它 因為如果安裝完 那個 就是我們預設 它其實都是在第一列 就是這個 這個設定的第一個 第一個 第一個產品都是它 它是最優先的 但是這個 多國語的 它是建議把它放到第三個 它 setion放第一個 這語言的放第二個 那commonidware 然後第三個 因為它們在執行的時候 是有順序 之分的 那後面就會講到 譬如說 就是多國語言 在辯證說 你到底要去執行 要不要執行哪個語言 它是 依 你這個選 這個 這個 section 它 這時候是什麼語言 它來辯證說 我現在是要 你要看到的是英語 還是看到的是 示範 這樣子 那第二個是 我們的 settings 設定裡面的有一個 thank you code 這一個 你就要設定成 譬如說我剛剛是要 我要讓它變成英語 跟繁體中文 那繁體中文的那個 code local name 那個 code 是這樣子 所以你就要打這樣子 然後 這個後面這一個呢 是如果你是 你是用 1.5版的就要加 1.4版就不用加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有 它有認得跟認不得 就是這個 這個地方 就是 在1.4版呢 它只要這四個 呃就是 呃 你的 你的 app的pass 這個locure下面 如果有 就是那個 mo跟po這個檔 跟project下面有 只要這些地方有 它就會認得 然後它就可以 它就會認得 然後它就會轉出 你要的那個 語言 可是 在1.5版裡面 project下面的已經沒有了 就是說 我原來試的時候啊 我把它放在project下面 它怎麼轉都轉不過來 然後 我後來發現說 就是因為 欸 1.4裡面沒有講這些事情 1.4裡面沒有講說 你一定要去做 你一定要去做 來去最後面這個pass的設定 它沒有說 因為它 它說你只要 在這幾個路徑下 只要有那個檔 它就會認得出來 可是1.5就沒有了 1.5就是 1.5就是 1.5就是只能夠在 就是 那個app的pass下 然後跟 那個jungle的pass下 然後跟 你要在那個 local點 那個底線pass下 有設定那個路徑 有的才找得到 所以如果你以後 下那個指令下 產生mation file 就是產生.p 你以後 這個檔案的那個 你下的路徑是那個 跨掘 它就找不到 你就一定要設定 這樣子 這樣 不然我能夠聽懂 然後 這三件聽不做完之後 其實 呃 使用者 比如說我們現在按 就是 呃 我們按 我們 我們現在是繁體中文 我們電腦 很多都是繁體中文的話 我其實 我其實 輸入 輸入 同樣的一個網址 它就自動轉成 譬如說歡迎光明 我這個網站 可是一個外 一個英姆 一個美國人 他的電腦 他是那個 那個 US的 他的 編碼是 就是 伊恩的 他看到的就是 WILL CONTRU 就同樣的網址 所以他這一次就是說 你開發的人 就只要做一件事情 然後後面 也沒有打 交給不同的國家去 不同的 localize 的人 去把它做翻譯 然後你再把它 扛開之後 其實 就可以讓不同國家的人 看到你想要看的東西 這樣子 那 呃 如果你有 tamperate 的話 也是 可以在 你的 tamperate 裡面 就是 告訴 告訴 告訴你的 tamperate 告訴那個 江湖說 我哪一個地方是要 翻譯的 你用的就是 藍色這個標註 Change 這個 tag 這個 tag 可以幫你 就是你標註的 這一個 就是告訴 網頁說 我的這個 template 裡面 這一個字串 它要被翻譯 那 如果我們下一個指令碗 產生那個點po檔 那個點po檔 就是一個被翻譯的軟 裡面也是會自動產生一列 這樣子 然後就是 我們就要自己再 下面那個 Message Street 這個地方 自己寫說 它被翻譯成什麼 這樣子 那 可是如果你 這個字串 裡面又有 變數怎麼辦 你就不可以用 trance這個 tag 你要用 blocktrance 跟mblocktrance 這個 這個tag 把它包起來 然後它會產生 它的po檔就會長得像 這下一個這樣 然後你就對這整個 就是去把它翻譯 這個是在 那個 template的部分 然後這個部分呢 其實這邊我就沒有測出來 因為我媽都不熟 但是它意思是說 它有一個 我們前面就是用 new.get.tax 這一個 function 來告訴 告訴 那個jango說 它那個資產是要被翻譯的嘛 然後它呢 就有一個功能 就是有一個新的這個 function 就是Jango的類型就是 欸你 實際在存取那個值的時候 它才去做翻譯 那他說通常是用在 就是 你在用model的時候都建議 就是有時候 model的欄位啊 或是有關model的 其他的一些設定啊 就是 你寫這樣子 等到真正的使用者去呼叫 就存取那個值的時候 他才去做那個 那個翻譯的動作 所以建議 只要你是在 你欄位名稱啊 或是其他的 要去做翻譯的動作的話 你就用 所以我們不要用u-gain-text 來用u-gain-text 來用u-gain-text 類型這個 還是這樣子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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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第三個是說 因為它這一個 產生的是一個 unicoppy 但是 它不可以 這就是 你前面 那個u前面 加一個u是把 它這個資傳 這個stream 它這個是byteStream 轉成unicoppy 它 我經常是這樣寫的 所以一定要這樣寫 如果你沒有那個u的話 然後它的這個 會錯掉 因為前面那個 是叫做byteStream 這個 這兩個字是byteStream 然後 後面 u-gain-text lazy 這個 這一個 產出的是unicop 然後 兩個 加在一起 就是 你要把這兩個 加在一起 它會告訴你這個是錯誤的 所以你要把前面的byteStream 把它轉成unicoppy 才可以把你們加在一起 所以 這應該是這個意思吧 因為這個 我沒有試 我大概就是歸納他講的 前面我都有試成功啊 但是這個 因為它這邊 偏幅介紹還蠻多的 所以 我就講一下 因為它裡面還有一些對model的 但是我對model不是很熟 所以如果你要 對欄位進行那個 欄位名稱的轉換 它裡面有一些描述 然後這邊就講到說 呃 你 呃 就是使用者他今天在 就是我即使多國語言 這個東西都已經寫好了 那使用者他在看的時候 他會依 依這些 這些設定來選擇說 我決定說我看到的是 哪個語言的版本 這樣子 那在新的e.5版裡面 就是 像我剛剛說的都是 它的架構都是 我同樣一個網址 就是我們 同樣一個網址下 我使用者 P同一個網址 就是不同國家 不同語氣的人 他看到的是不同的 語言內容 那後來在e.5版裡面 有加了一個就是 可能我 我在網址裡面有指定 可能是 我看到的是1N 如果我加個1N 你看到就是英文 我加一個 可能 VHT大數看到的 就是中文 他是有 但是我是後來才看到 就是 如果你對這邊有興趣的話 可以 就是在e.5版裡面 照看看 然後另外就是說 就是剛剛為什麼說 那個 B2WARE 那個section 要放在前面 因為 因為他是 判別的順序 所以他先 看section裡面 的那個 有一個 dejungle language 這個key裡面 他的詞是什麼語言 那 以這個來決定 你現在看到的是什麼語言 那如果他失敗了 就是找個key 然後如果不是 然後再找 使用者那個軟體 丟出來的 這個 這個anivator是什麼 然後再接下來就是 我們在language code裡面 設的是什麼 就是這些 來拍一拍使用者 他看到的是什麼 這樣子 好 其實呢 我就回來了 那 有 有 有清楚啊 事實上 就我的程度呢 我覺得 如果你想要嘗試做多國語言 其實就是 最前面這個 三個步驟 這三件事情會 然後 大概 就已經可以做得出來 然後 除非因為你本身 因為我們針對那個 就是因為那個 就是因為那個 Vews跟 Tenerate 跟UrEU他還有Evance 集的 那麼你Evance 怎麼跟這個多國語言 加上 螃蟹在一起呢 其實就是 前提是你的那個 前面 coding的功力就要很好 但是 依我的功力我覺得 這三個就已經 就是你懂這三個 大概這個架都知道了 你以後 coding能力很好 大概就知道 你能推行你的這樣子 好 那不曉得這三個步驟 有 有問題嗎 我大概也只能解答 我三個步驟 剛剛沒有講清楚的東西 這樣子 好 那 我就講完了 這樣 那就 欸 就 如果你們 有我剛剛講錯的地方 或幹嘛 可以 不好意思 吐我吵 就可以等一下再告訴我 好 那就是這樣 謝謝